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视频 我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已经把霸乐加接成功了 上次我使用的就是复接法 今天已经大概一个多月 然后我决定会先把它移到盆子里面去 再陪 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会先看一下 上次我加接的结果会怎么样 我们看到这一次两个不同的霸乐 好,这一盒呢 就是原来的霸乐 上次我有加接在这个地方 可是后来因为它 我把那个超宝的超宝膜 它早了打开 所以它的那个嫩芽就被死掉 现在它原来的这盒 就是这个颜色 我这盒呢我会留下来 我会重新摘 再做 嫁借给它 然后 剩下的这两个 今天已经 发展那么高了 才一个多月而已 然后大家看到它 那这个是原来的它 这种颜色 然后旁边还有些人 那家正在门花 我现在会打开来 看看到底它会有什么样 首先呢我们会就是要把这几个摘开 摘掉 不能 我看一下 因为我现在打算留两种颜色 所以可能我先先留一个 我会把下面的会拿掉 好 我现在也会 啊 劈开这里 然后我们看 它的那个 密合的情况 会什么样子 OK 我们这里要轻一点 不用拍 用力的 好 看到吗 这里 OK 它现在已经密合 现在我使用 就是这种方法 OK 这种 完全是 完全是 OK 这牙我要摘掉 我现在要留旁边的这个 这个啊 要留旁边的这个 好 虽然才一个多月而已 可是今天啊 大家看到的这个 也是挺好看的 哈 这种是马来西亚的 红宝石 巴勒 哈 待会我会再 让大家看它的 标准颜色和果子 是什么样子 是什么样子 好 OK 来看这里 来看这里 哈 完全是 啊 这个方法 它已经 密合起来 然后已经 芽 已经 萌发 了 正在发展 好 从这旁边我们 你可以看得到 哈 这里 好 好 所以我啊 今天跟朋友啊 介绍啊 啊 啊 这做法呢 我希望各位朋友 可以啊 加接成功 然后我看 巴勒加接啊 最容易成功 也是啊 这种啊 副接法 啊 牙接的时候 这巴勒啊 有一定的难度啊 所以 我只建议大家 使用这样 副接的方式来去 啊 给它加接而已 好 好 现在我会先把它 移到盆子 好 我们看啊 这两个盆子 我已经 准备好了 这些 哈 我现在会把 啊 把这个移到盆子里面 好 好 我现在也会 所以 放它 移到盆子里面 哈 哎 现在它的 这个是 哎 啊 这包子里面的土 啊 太炒了 所以营养 又 不能满足它的 啊 发展性了 哈 所以我要移到这里 然后这 这边的时候 哈 我已经准备好了哈 今天我会 放它 移到这里 让它有更多的营养 可以 来发展 哈 啊 因为我决定把它做成一个观赏书啊 因为 这种巴勒的 是 本颜色啊 很好看的哈 所以 我 决定把它 作为观赏书 哈 我会 移到这里 大家不要挤在中间这里啊 我们 用手挤 这附近而已 这中间是 啊 是金序 哈 我们不能 按这里 好 然后 第二个 第二个哈 我们 会把它 看到 这里面 OK 好 现在我们 看到的 啊 就是 两个 巴勒 已经加决成功了 然后我已经 到 到 盆子里面 哈 现在呢 我会 让大家来看一下 它的 原来是 什么样 呃 一种颜色呢 因为它的颜色也是 是 好 我们 再 再看一次哈 它的 形状 好 好 过一段时间我会 再拍一次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今天我只拍到这里而已 然后我会让大家看 它原来的颜色啊 是什么样子呢 OK 好 大家看到吗 这里 啊 是它的果子 然后它现在也正正在开花哈 这里 OK 很多都准备开花来了哈 这里 很多都准备开花来了哈 这是马来西亚的啊 一种巴勒哈 然后这这种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用来做观 观赏书是非常漂亮的哈 啊 这个就是上次我家街过的哈 啊 我也使用 蛇街的方法哈 算是我家街 就是这个地方蛇街的方法 来 家街 啊 今天我的视频只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已经支持和收看我的视频 好 在下一个视频 我会跟大家分享更多 谢谢